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我站在画前 刹那整个人都迷醉了 顿感心神入迷 整个画面神奇飘逸 气韵飞旋无定 当下震撼了我的灵魂和心魄 陶醉的享受无法自控 自然到极致的龙里错落的潜游在莲池中 而不是在纸卷上 莲叶上某了一层温润而夺目的水色 莲蓬豆上又散发出童心的天去 花朵自然舒服醉人 青涩的池水似乎在风生激荡中飘出了丝丝河香 微风中的浮波和淡淡的墨色幻化了虚实神幻的世界 把整幅画说得更鲜活 这究竟是一个 什么的境界 这幅画究竟是中国水墨画意或是另外世界千流本土的神画呢 我实在无法分辨 雅魅的绚乐让我入迷 我作为一个画家 怎么竟然无法解开这魅力的琴拿呢 真神 直到现在我还可以听见画中的风生水声 看到飘渺湖面气韵在不停的浮动 它无有定止 真的 就是没有止息的动 H.H.D.三世多节羌佛把世间种种无形无相的 都一一表裕在纸上 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圣境 就像我初次见到伟大的羌佛把天空中的云雾放进蕴雕一样 不是常人能做的 这是一种表法 这的连夜 连棚 龙里 水波 风声 动蕴 等等都只是介遇 H.H.D.三世多节羌佛利用了他们来表现了另一个圣境 所以这幅画 人们中的艺术家 是用笔墨的画迹无法复制的 因为他已超越了历代名家艺术美的高度 水和鱼 山川 人物 博古 鸟兽 草木 池蟹 楼台风韵 光和色快等这些题材 在历朝的中国画里面都可以轻易找到 但画鱼的名家古今很多 当中应以宋代刘柯和明代某府为代表 画谱中用上美姿交态 微妙微笑和用笔公戏 涉色绚丽来形容两人之作品 后来蜘蛛搭亦不过一笔草草而已 近年热气的清代的清代狭狮是宁 西彩中用 图具颜色 神情显真 道有写实之赏 现代和当代也出了一些高手 但也缺乏画外灵魂 笔情默趣 其笔收封 一目可见 HH第三世多节羌佛的画中 我们可以看到深浅墨色的不定变化 龙里处于不同角度 在池水里上下出墨的各种姿态 神态自若 活先过真 这并不重要 而神妙的是墨色水气变化莫测 相比起之前所提及到的各代名家 虽然他们风格各异 但是所画之鲤鱼就是画在纸上的画 画出了鲤鱼的美感 没有显示到脱纸造化的神奇境界 简单说就是欠缺神韵灵魂 其中的原因是他们都没有这个表达能力的 超凡境界 在中国水墨画中 水的形态一般会用留白和线条去表现 在中国特有的文人书画哲学精神中 留白处表现了水的静态 线条勾线表达出水的动态 如此虚实静动 互为表里 义正因这种特有的文人精神重于神形兼备 缺异者非未能格之品 由其文人画达到登峰绝顶之时 有写心漏神 巨形于时 活显于真 开卷脱魂之说 达之表静 所谓心静合一为天人造化 似水飞水 虚虚实实 堪称妙笔 在中国画顶峰的宋朝四大名家 刘 李 马 夏中 马远有名的十二幅水图卷勾写了不同浪头的排列和水波的动荡 其中云书浪卷细浪飘浓淡不同 各展书资 尽管是马远的神品真迹 不举取向 虽然表显了新型一体 亦没有能表现出于HH第三式多节羌佛造诣水情的百分之二十 水的刹那便以不定状态是举世无人 即使我们今天利用高科技的摄影都不容易捕捉到画中那种不稳定和半透明的折射状态 在龙李闹莲池中 我们不当看见池水的起伏 变化 不定的神韵 静观下我们更能看到光线进入池水中折射 而反映出的不同深度的各种光波和水面 水中 水底的动态 连根在泥土中翻动的石矿 这种不稳定的半透明光波和龙李呼应为一体 浓淡变化神乎妙荡 面面分明而不明 不明而明之于韵 明之于情 明之于美媚 明之于觉 明之于醉 活生生展示了神与情和 与水合一 如于得水的意义 风诀 莲香 扬州八怪李善在其肖香风逐图上 提上了这首诗 画史从来不画风 我于难处夺天公 请看齿浮霄香竹 满耳叮咚万欲空 其实在画面里要表现风的声响 那未免太夸张 因此我把风声换成风诀 的确 要在画中表现风诀实在难于登天 历史上亦没有谁真的能做到 而李善在这里做到的正是打破前人 立足于另一个新的高点 但那也是布局和走向造成的感官 并没有灵和神的飞跃而荡动的石像 是形象的取获 也就是在用笔的方向 变化 布局的表面结构上造成的假象 最重要的是毫无水性的质地 这才是灵和情的要害 尽管如此 它足以名流青史 但是相比 H.H.第三世多节枪佛妙化的境界 李善就如沧海一粟 枪佛笔下的鱼 莲 水 花 草 都在质地上见神 比如鱼身上的鳞甲 看似平滑 实际上并不平滑 鱼在水中 水包着鱼 水和鱼都能同时看到 鱼不爱水 水不爱鱼 相互并成为一体 这就是质地上的成就 而质地不是一句空话 质地的灵性 又全在微观上的功夫 也就是细如毫毛的笔迹 色气 水分 薄木青纱等的相互关联 所表现出的微观动运 这就太难了 就是用油画来表现 也是达不到的 龙李闹莲池中所表现出之神韵灵魂 令人难以忘怀 元气淋漓出神入化的笔墨 牵引出雷霆万军之势 有如泰山压顶 动运 风诀 莲香 水汽 雾波激荡 抛射出乾坤苏和之暖 恰是那久汉 甘霖 其画面所带出之张力 不欺然令我想起苏氏永和名句 霞包殿何必 莲花 香远一清 在中国传统上是庄严 清雅的象征 历朝历代造就了不少善化莲花的名士 单在明朝一代就有徐卫 陈老莲 石涛等名家 他们风格各异 各有怀抱 有的韵笔如风 墨迹斑斑 跌宕起伏 也有色彩艳丽 雅结明镜 风姿绰约 更有莫分五彩 诗之造化 了正心缘 尽管每人都为莲花 加添了自己的颜色 各领风骚 但正如之前所说 世间的一切艺术 在HH第三世多节羌佛跟前 同样都会立刻显得板死 呆将苍白而无力 原因在于羌佛的莲花是水翼飞玄无止处 笔自灵犀天赖同 HH第三世多节羌佛笔下的七彩斑斓的莲叶 莲蓬 苍境变化的水草 在墨色营绕下液态气象万千 生动的气韵广阔无边 香气溢出之外 莲花与莲叶 莲蓬 莲斗 金石卫 灵润韵 虚实交错 华丽超凡脱俗 貌似东歪西倒的莲芝如小儿游戏 同心般盘挫笔翼 铿腔 响亮 其苍茫壮硕之声 有如黄中大旅 伟大的羌佛正带领着我们繁衍进入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目不侠己 超出向外 而其中有更多无形之音 无色之境 是我有限的思维和文字不能倒进的 就拿于身上的几片鳞甲 来用艺术家的笔墨仪式画 当下就会暴显低劣 你的笔墨一当上纸 毫不搭调 俗笔墨迹 难堪入目 诸君大可一世 虽然我竟不如 但是只要我们能以静相对 相信不难会感受到元朝董奇昌在画纸中说的话中欲收钟庆不可得 但众山之响 在定静时有耳圆通 正字密解人不易 只要能在静心观照下 进入心一静性 那么动运 风诀 水情 怜香 雾气 温度 都不难浮现面前 龙里闹连池到底有多好 我只能以我的感受说 历史上找不到的高度 就拿世界名画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也不接其艺术灵魂的妖骨 蒙娜丽莎我们完全可以照着临摹下来 至少得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效果 但是 龙里闹连池 就根本无法临摹 别想得到一点类似 所以 我认为龙里闹连池才是世界 极品珍宝 当然 这个只是我肤浅的知见而察觉到的镜像 根据个人境界不同 感受各异 我相信只要用心取静 从中体会 在相应之时 会受益良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渔画展开幕 粉丝跨扬争赌 名画家渔厅艺术展 15日上午在科问那市开幕 汇集许多艺术家 以渔为题材的水墨画作品 多位本地民官员到场参与 见证HH第三世多节枪佛创作的龙里闹连池画作 参观画展人潮汹涌 需要义工以手拉手方式形成人墙 维持场面秩序 不少远从北京 上海 及其他地区慕名而来的民众 名画家渔厅艺术公司负责人吴宗吉表示 展览筹备许多年 未来 不排除建立博物馆 是由于于在中国人的眼中 不仅是美丽的物种 更在生活中代表着生殖繁盛 福泽绵绵的美好含义 更取谐音位于 迎合人们向往生活富裕的心理 他表示 在古代文人心中 于的悠游自在 象征脱离传统桎 精神翱翔自由的寄托 历代的哲学家及诗人 更采取了诗经理 就如极左传中的六顺寓意 将于化的境界提升到 更高与更美满的道德境界 最常被引用的愉悦龙门 更代表着人们刻苦奋斗的治理名言 范古艺术馆亚太区总授权商 黄喜斯表示 在看过的众多鲤鱼画作中 枪佛创作的龙李闹莲池栩栩如生 鲤鱼身上没有线条 与画中莲花呼应 圣盖博士市长廖钦和表示 当他看到这些鲤鱼的画作时 仿佛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只鲤鱼 身在其中悠游 他更赞叹龙李闹莲池的美与意境 西科问那市的市议员 Lloyd Johnson表示 25年以前在自家后院 建了一座鲤鱼潭 因此对鲤鱼特别有感触 今天在画中见到的鲤鱼 栩栩如生 仿佛在自己家中看到的一样 内心平静 仿佛压力都消失了 展览中所展出的作品 都经过严格筛选 其中包含中国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建复 有诗书画三绝籍东方李渔王之尊称的郭汝鱼 有李渔吴雅浩之称的吴清霞 国画大师汪更新的李渔图 以及作品被中国美术馆 北京人民大会堂收藏的陈永强等 著名的龙李闹莲池将会长期展出 不仅给大众提供场所 集中参观许多艺术家的画笔下的鱼 同时也提供爱好绘画者具体学习和临摹借鉴画作的机会 展览不收门票 免费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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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费参观